小鷹說重話了 喔小鷹說重話了 說不需要說這種風涼話來打擊前線的士氣啦 陳時中都出來嘛 中鳥 中鳥出來說他無言以對嘛 搞不好 等下那個光頭鳥也會出來 光頭鳥也很喜歡搶版面啊 是不是 還有一個雞掰鳥啊 哈哈哈哈 還有一個在南部的雞掰鳥 我不知道我沒有說誰啊 喔誰名字像雞掰就是說他啦 我第一件事情這個方法 可是說他已經確診 大家只希望他儘快康復 就是啊 這時候就不會太過了 這是兩件事 重點是他後面有講一句話 就如果是他 他會把他file掉 那當然那個啊 側翼的來了啦 不是側翼了 跟你講 什麼側翼 大隻鳥小隻鳥 中隻鳥 像我們小流氓中流氓大流氓 還有大藍鳥 就是很會碎懶叫的那個大藍鳥 都出來講話了 全國醫師醫療產業公會理事長吳辛黛 發表聲明 呼籲楊智良向全國醫護人員公開道歉 那個時機抓得那麼好 結果老大一google了一下 他google一下他是誰啊 他是政治人物欸 台灣激進黨籍政治人物欸 在搞叛天啊 又在搞政治了啦 老大說 什麼小鳥中鳥大鳥 激進黨的小鳥 對啦 啊那個 陳時中是那個民進黨的那個中鳥 啊最後大藍鳥是誰啊 大藍鳥就是那個啊 蔡英文出來說話了欸 楊智良這件事情 蔡英文出來說話了欸 啊萊豬不出來說話 啊美國協議取消限制 你們要出來開派對 也不來開派對 啊結果今天那個 駐美的聯合國代表 哎呀不來 你們又不出來說 很失望 不來的話 你們應該齁 蔡英文要出來說 我們譴責中共啊 怎樣啊 所以他們才不來 一定又是中共的陰謀啊 小英這是大藍鳥不出來說話 結果楊智良這件事他出來說話了 哈哈哈哈 你說演不有趣啊 這是大藍鳥飛來的 呵呵 小英說重話了 喔小英說重話了 說不需要說這種風涼話 來打擊前線的士氣啦 陳時中就出來嘛 中鳥 中鳥出來說他無言以對嘛 搞不好 等下那個光頭鳥也會出來 光頭鳥也很喜歡搶版面啊 是不是 還有一個雞掰鳥啊 哈哈哈哈 還有一個在南部的雞掰鳥 我不知道 我沒有說誰啊 喔誰名字像雞掰 就是說他啦 好陳時中就是中鳥啊 啊大藍鳥就是蔡英文啊 還有一個光頭鳥啊 還有一個南部的雞掰鳥啊 哈哈哈哈 我沒有說誰啊 看誰的名字不叫雞掰 就是說誰啊 蔡英文我看到這則新聞 我只能說你他媽以下是網紅是不是啊 是怎樣啊 他現在是網紅跟那個啊 館長一樣是不是啊 每天嗆來嗆去 在網路上嗆來嗆去 你是不是忘了你是總統這件事啊 總統是要一個總統的格欸 綠色的政治人物不是很喜歡搶版面嗎 趕快圍攻楊智良啊 是不是 我個人是覺得他講那個話不夠聰明啊 最前線的人去治療的人 你再怎麼講齁 你也不能講到那個 他就是有一種情感面的問題 在情感面上講這個話不夠聰明 啊當然不夠聰明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發生就是大藍鳥又飛出來講了啊 要開始洗版了啊 對啊就變得打成政治事件了啊 他已經找沒機會了 你還跑出來說一句說要開除醫師喔 他們只會抓一句話而已 就是站在前線的醫護人員 你卻要怪他還要開除他 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子而已 你講其他話他們都聽不到 啊他們就用這一段去宣傳 你知道嗎 就這樣講 好